以前的港风 现在的港风 你没事吧 颜值都已经这么抱歉了 唱歌还这么一般 怎么现在什么人都敢叫顶流了 这哪是审美将级 这分明是审美大蹦级 今天咱就一起来聊聊 香港那些令人费解的 电流们 看这个男人叫江涛 他曾经是快乐男生全国三十小 但如今在香港 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无处不灾 甚至在今年一月份 击败了陈奕迅正中基 拿下了香港商业电台 叱咋乐坛的 我最喜爱男歌手 街头地铁站广告屏品牌代言 男女老少都纷纷涌上街头为他应援 是当之无愧的香港顶流 全打刘德华 交财林俊杰 贪称香港蔡驱坤 本来我想说 就这颜值也能当CV 这个很普通 没什么嘛 直到我看了团队其他成员 嗯 属实是挫子得把大哥凑合看吧 谁整想 这老哥不仅长得凑合 这舞台唱跳功力 也很凑合 原以为江涛这样的已经够刷新我的神魅 谁能想到还有个后起之秀 陆汉亭 和江涛是一个团队的成员 江涛走肉糊糊的路线 他走软糊糊的路线 吐舌头 露旗装 还有这种迷之舞蹈动作 主打的就是一个 虎媚优柔 打成员 一位 二位 这个表演 恕我不能理解 我感觉我的眼睛受到了霸凌 但是他在香港的人气 甚至超越了江涛 ID粉丝数127万 相当于全香港六分之一的人口 而之前的顶流江涛也才103万 据说今年刚获得了 韩国妈妈的亚洲最佳新人奖 被视为大中华娱乐圈的新生代代表 很多港圈前辈都很欣赏他 古天乐甚至还在百忙中 抽出时间为他庆生 已经是香港当之无愧的人气交主了 尊重祝福 我知道今天的视频可能看起来格外漫长 但确实一位重两级女顶流 也要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被称为亚视一姐的薛颖仪 不能我一个人拉眼睛 薛颖仪在进入娱乐圈之前 是个餐厅服务员 因为不戴口罩被餐厅开除 正好从小就有个演员梦 报名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美比赛 没想到一出场成了一匹黑马 很快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随后经过一系列包装 他获得了最佳努力奖 亚视迅速和他签约 还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歌 唱得好 下次别唱了 而且他还有一首先给父亲的歌 用六种声调 表达了对父亲的爱 很好 没有技巧 也没有感情 如果在父亲节放这首歌 真的不会挨揍吗 算了 黑红也是红吧 看了这几位的表演 我真诚的说一句 我承认之前的那一顿声音确实是大了点 香港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引领亚洲风尚的 那时候的明星是能歌善舞演技过人 颜值初衷 现在就好像从流金岁月走到了红灯区的感觉 还是看看以前的港圈 来洗洗眼睛吧